二十雄取完精后 当了一名厨子 并且经营了一家饭店 而饭店里的手下 也全都是他的猪小弟 他们开饭店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妈腻 而是为了猎杀更多的狼人 这天 一个狼人在饭店拥完餐后 肚子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开始不停地肿胀起来 男人肩膀剪开衣裳的扣子 我吃 此时的肚子 已经胀得跟篮球一样 男人难受坏了 肩膀朝着树上爬去 仅仅又过得奇妙 男人就被痛出了圆形 肚子又变大了好几倍 最终夸插一下 第二天 当中两人接到爆顶 赶到了现场 眼前的场面 让几人顿时震惊了 心肝脾肺肺肾散落了一地 树上的尸体 欧群血也基本流干了 简直惨不忍睹 他们找到死者的妻子 询问情况 妻子说昨天是他们的 结婚纪念日 两人在一起吃了个饭 他就去公司了 然后就再也没回来 另一边 毫不知情的狼叔 正在和自己的女友威娜 在这家餐厅约会 商量着上五八同城 买趟房啥的 就当两人商量时 服务员走着过来 给他们上了一份松露馅饼 据说每个顾客都有 威娜拿起来尝了一下 味道不错 就是有点微辣 而狼叔不吃辣 就把自己的那一份 也给威娜了 公园里 两个年轻人在这玩耍 下一秒 几滴壁性血滴在了女人身上 两人抬头一看 又一具尸体出现了 还是同样的食物 现在评论区发动交换夏天 就会随即出现一个交友盲盒 喝看看你交到的是啥吧 这一次 大壮在死者的车上 发现了一张玫瑰餐厅的发票 小转想到上个死者 结婚今天日也是去了玫瑰餐厅 于是 两人怀疑这起案件和餐厅有关 他们来到玫瑰餐厅 此时的主要 正在教训着他的小老弟们 情绪一激动 所有人的原型都弄了出来 这一幕 碰巧被大壮看到 他们才看了两个死者点的菜 结果意外发现 点的菜都不一样 并且实体经过检测 也没有发现任何的中毒现象 这下顿时难住了大壮 回到家后 大壮把事情告诉了小美 身为受益的小美一听 立马就说这是胃气障的症状 一般所有犬类都会得这种病 大壮一听 立马想到了什么 餐厅里的全是猪妖 如果死的全是狼人的话 那这个杀人动机就找到了 因为猪妖和狼人 已经争斗了好几个世纪了 但是奇怪了 那么多客人 他们是怎么分清谁是狼人的呢 维拉拿出荒谷宝典 帮大壮找到了这种病的原因 同样犬类在吃了一种 叫绝望黑锅的军队时 就会得上这种病 然后肚子自爆身亡 狼叔一听 害怕的摸下了自己的肚子 因为他也不确定自己吃了没 突然 维拉想起了那个松露馅饼 这个好像每个用餐的人都送了一份 一瞬间 大壮恍然大悟了 就在这时 又一个狼人出事了 等大壮几人赶来时 狼人已经爆炸身亡 看着同伴一个个的离去 狼叔终于怒了 他告诉大壮 这是自己家族的事情 必须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 为了不让狼叔犯错 他急忙找到猪妖 说出了他所有的犯罪动机 现在还表明自己的格林身份 但没想到猪妖并不买账 称让大壮拿出犯罪的证据才行 由于这是格林怪物之间的战斗 一时间还真难住了大壮 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证明 猪妖是凶手 因为他做的松露馅饼 人类吃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另一边 狼叔知道大壮束手不设后 不听大壮的劝阻 只要以狼人的方式解决此事 晚上 猪妖刚刚下班 狼叔就出现在了身后 表情十分的凶恶 猪妖感到不对劲 开始爬腿逃跑 结果没想到 越来越多的狼人 都纷纷出现在了这里 把他给抛围了起来 就当狼叔脚动手时 大壮突然赶了过来 二话不说 就和狼叔打在了一起 想要强行控制狼叔 结果没想到 那愤怒狼叔直接给扔了出去 就当狼叔准备继续攻击式 大壮哭泣了 狼叔一脸懵逼的倒在了地上 看到狼叔死去 猪妖高兴坏了 可没想到自己高兴早了 越来越多的狼人出现 朝着猪妖走来 撑要吃掉这只猪妖 由于狼人实在太多 大壮两人也没有办法 除非猪妖现在承认自己是凶手 他们才能有权力带走猪妖 为了活命 猪妖急忙承认自己杀害狼人的事实 全球大壮两人把自己抓走 等大壮几人离开 地上狼叔突然睁开了眼睛 原来这正是大壮他们的计谋而已 目的就是让猪妖自己招供 不得不说 这一招用的实在太妙了